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日更頻道 今天就帶大家來新城市的商場 好世界商場 以前這個黃色鋪圍是補子檔來的 現在都沒做的了 看一看周圍吧 對面有土地工 現在我們就進去看一看 這個商場都很久沒進來 之前來都是去喝茶 又拍飲店又賣衣服 在這裏吧 不知為何 部機拍出來的燈都還是閃閃閃閃 不知什麼事 設完也是這樣 真的不懂得搞啊 有些剪頭髮的店都在這裏 又是工程店了 都是工程店來的 都是工程公司來的 還有一些賣肉器的店 我們走走這兩層商場就看一下 這個商場裏面的店是什麽為主 那些商場就怎麼做了 就是拉了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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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成 這間地產 也有些買玩具的被人家饒舊 有些東西買玩具的啦 都是飛法普安 五十元正展 這些都是買玩具和垃圾東西給小朋友的 這條樓梯是上去上面那層的 我們現在不上去住 就去前邊看看 是走去哪 這些都是婚禮用品店 我猜不到 這條樓梯有三四間剪頭髮的店 猜不到 不知道這條租金貴不貴 這裏應該走出去是這個商場的私家地 整條走廊都是那些地 一出來就有一間工程公司了 對面又有兩間工程公司了 都真是五步一缸十步一騷 我們再看看這邊的路 有什麼店舖 來有托兒所吧 旅行社不過都沒有開了 現在很多澳門旅行社都沒有開了 倒閉的也有很多 來又是工程公司了 這兩間應該是水貨店來的 我自己估計 那些什麼貿易行那些都是水貨店來的 加上這區那麼近關閘 也走進去 我們繼續看看是水貨店去上等 我們也走進去 好拉那現在就進去剛剛出來的門口 我們進去這個房間 我們在商場上一層看看那一層有什麼店舖在那裏 上面那層是會比地下大 現在我們上去看看 以前我記得這個商場好像有蝦蚊蚊似的 以前整班朋友都上來玩捉衣欣的 有幾間補習社在這裏 都是補習社 可能租金便宜 不知廁所在哪裏 小朋友要去廁所要去到多遠 這間店應該是之前拜神的 我們向前走一下 想不到都真的蠻大的 外圍走一個圈都蠻長的 又是工程公司啦 說這間是漫畫店 竟然還有漫畫店 現在 工程公司 其實澳門現在都沒有剩下多少間漫畫店 可能5隻手指都數得了 因為網上看漫畫太方便了 頂死了他們的 以前其實還有很多漫畫店 都應該蠻好生意的 現在沒有了 被時代淘汰了 以前買一本漫畫可能覺得貴 現在有通脹 這樣來算就算自己買都不太貴 這間賣賣賭場的用品 可能是被人練習用的吧 哇這間也是工程公司 這間又是工程公司 都已經變成了一種文化了其實 工程公司呀 因為個個都要搞勞工去接工程呀 我想除了賭業之外 澳門的工程就是工程業 就是第二大產業的啦 補習社啦 這一層我彈到現在就是補習社 補習社工程公司這兩類為主 好了再向前走一下 看看這個商場到底還有什麼類型的公司呀 同鄉會呀這個 淘寶代收 結束了啦 不過那些商場舖外面我爛有槍其實都幾ok的 那些也是社團來的 這服務中心應該是教會開的 嘩這麽厲害呀 娛樂公司都可以在這裏 補習班 主要三個類型 補習班 工程公司 補習班 補習班 屋賓機 啊是兩類才對阿 剛剛說錯了 是兩類 其實為何會開補習班呢? 因為這一區的人口密度是很高的 所以在這裏開補習班就可以服務這區的學生 還有開補習班等於是送小朋友過去有人看著 其實都不是為補習班的 是為了有人幫他看著小朋友的 不過其實進來這麼久 我見到大部份店鋪都是沒什麼開的 不過澳門的商場是差不多的 都很難做得起的 就不同香港 香港買的東西可能比較多元化一點 澳門買的東西同質性就很高 這裏有一間代手店 旁邊也是工程公司 還有做工程就好賺個開店買下垃圾東西 那如果這樣選擇 就一定是開一間工程公司搞兩個老公 我租給人也好自己用也好我怎麼都是賺到錢的 上次也跟你說過 上次也跟你說過 老公叫我這樣搞出來 租出去也有三千元個月 好過賣衣服 分分鐘還接到工程做 這裏就地圖了 其實這樣看也有很多舖 我自己覺得 沒用雲都要我 沒用雲都要我 不知是還沒開門還是怎樣 這裏上去是酒樓來的 整層都是酒樓和劇院來的 那就不想去 因為上到去都沒有東西拍的了 我沒理由進去酒樓 不光顧又在拍的 那現在就下樓下看看吧 在地面這層再走一走 看看這層還有什麼 看見到最高的那層就是 兩棵東西弄不光了 不過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以前都沒有特別留意的 走完這條路 看看有什麼 好似都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是剛才走過那裏來的 大致上走完的了 我們走回出去吧 其實在澳門我真的沒見過 哪一個商場是做得好的 基本上每個都是這樣的 大部份都是租給工程公司的 大部份都是租給工程公司的 還有業權都很分散的 都比較難就活化的了 如果我是業主 有人來租 我管得你什麼公司 我當然是租給你先啦 好啦 今天就帶大家 走完這個在新城市那邊的商場 看完的話就記得訂閱一下 這集就到這裡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